手挖το 歡迎收看 Black Square Gamers 我是阿翊 今次互相�亨特 Wise 的飯日的影片 會講說如何競爭的過程中 帶到額外的魔物素材 這樣做就要利用到 dampd play, 來時升職的粗農系統 喜歡我們的影片可以給個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順手關注我們的Facebook page 每次我們騎著魔物去攻擊另一隻魔物的時候 被攻擊的魔物就會掉三顆掉落物出來 透過操龍這個動作 我們可以騎在地圖上面的三隻魔物 然後拿到額外的魔物素材 要進行操龍就要用到蟲技 用蟲技的時候就盡量不要打塞 不然就要等冷卻時間 另外記得要拿額外的長蟲 就可以多一次長蟲獸身或者發動蟲技 現在就先講一下操作流程 例如現在我要打天狗獸 我可以跑到青紅獸的位置 用蟲技來觸發操龍 然後操控青紅獸去打天狗獸 天狗獸就會掉三顆掉落物出來 然後再用青紅獸撞向天狗獸 天狗獸就會掉多一顆掉落物 同時我們可以對天狗獸使用操龍 單人的時候撿掉落物是比較難的 可以回頭回來撿 多人的時候就可以靠隊友把龍騎走才撿 之後騎著天狗獸去打散鳥 散鳥會掉三顆掉落物出來的 同樣完成這個步驟之後就撞向散鳥 散鳥又會掉多一顆掉落物 同時可以對散鳥使用操龍 現在就看看是不是需要青紅獸的素材 有需要的話就用散鳥去打青紅獸 沒有需要的話就直接攻擊天狗獸完成任務 簡單來說就是控制第一隻魔物去攻擊目標魔物 然後目標魔物去攻擊第二隻魔物 最後就控制第二隻魔物去攻擊第一隻或目標的魔物 每一場我們就可以多8-12件魔物素材 製作裝備也可以快一點 這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有什麼攻略想看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